首先我們介紹一下這門課程 主要大概會分成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待會我會自我簡介一下 參考書幕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自己斟酌 建議如果你不熟這個Excel部分 可以到圖書館自己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閱讀一下 但是書本的知識其實比較 算是比較舊的 有些新的知識也許他沒有更新 另外還有關程式方面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先大家先了解一下 不過我們這個學期 我是希望能夠因為AI時代的來源 所以我們會用大量的AI的方式解決問題 但前提不是說你就不需要去學習 Excel裡面的函數或VBA的生活 因為你基本會 有些地方假設你背不起來沒關係 你可以利用ChargeBT幫忙 你會發現那個ChargeBT真的太棒了 因為他可以很快速的把你可能不知道 甚至你知道但是你可能沒有 涉獵那麼多的東西 他可以給你相對比較好的答案 所以後續的話 基本上我們至少會學會 如何使用ChargeBT 當然這個地方AI其實不是只是ChargeBT而已 其實還有其他的 像那個Google有 那個Gemini 還有像那個 其他像那個 Amazon他也有那個叫 Clauder OK 或者像Microsoft 微軟他也有那個 Copilot 其實都可以啦 但是目前看起來 ChargeBT相對是 比較穩定 成熟一些些 OK 然後他能夠幫我們做哪些事情 就是可以輔助 OK 目前來說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地方 不盡完善的地方 不過以後我想應該還會慢慢越來越好 他可以幫你生成一些個公式 然後幫你寫出 VBA的程式 那至於怎麼操作 我想 後面 我們還是會用 實際上的範例 讓大家了解 因為有時候 講那個 理論太抽象了 直接來做 我想你們就會非常的清楚 再來當然後續還有很多 比如說如何寫 寫 幫你產生之後公式 怎麼用 再來怎麼樣產生VBA VBA目前 當然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Function 一種是Sub 其他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VBA寫 網路爬蟲 或者幫你做一些 這個報表 統計分析 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甚至你可以畫成圖形 把它變視覺化的呈現 有沒有 一下馬上就看了 其實你看數據 可能沒辦法馬上知道背後的 這個意義 但是你用圖表來呈現的話 相對會比較友善 OK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 那當然目標就是希望 其實未來你們應該還是會走路職場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工作 相對愜意 然後也比較有成就 然後薪資也比較OK一點的話 當然我是覺得這是絕對必要的 沒有那種你什麼都不會給你高薪的 應該很難吧 OK 除非說你們家可能自己本身就是開那個 這個家族企業 可能可以繼承 這樣有沒有 像那個張國偉他就繼承他爸爸 100多億 有沒有 那當然 可是他也不是說他繼承之後什麼事都不做 他還去考那個飛機的那個什麼機長的執照 OK 而且他還創了一個星雨航空 簡直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不是說什麼事都不做 他有錢 他是不是什麼事沒有 他還做更多 而且創業 他爸爸給他的任務 他還一一完成 OK 所以呢 當然人活著啦 真的什麼事都不做反而無聊 一定要做一些 即便你已經很有錢了 但是你還是要努力嘛 你不努力不是太無聊了嘛 OK 就像說這個TrackGPT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新鮮的東西 但是反而 我不是因為我想要 賺更多錢還怎麼樣 反而我覺得 我覺得這很好用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學呢 對不對 而且學了之後發現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很多東西就簡單太多 以往 我們要學程式 學五年十年都不見得很會寫 現在有AI之後 馬上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簡直 讓我這個完全是顛覆我原來的想像 OK 那更不要說 那個像Python 程式除了VBA之外還有別的 那其實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請他寫Python程式 我完全OK 而且寫得好不好 太好了 OK 所以我是覺得 學習程式會因為AI的產生 而會有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變革 所以如果你在學程式的過程 你還在用以前的舊思維學習 也不是不對 非常的按部就班OK 可是我覺得你要學多久 而且你學很久之後 還不見得寫得出來 因為以前的傳統的寫法 我發現對於有天賦的人 是很OK的 但是對於有一些 你本來就對程式完全沒興趣的人 那你一定會想放棄 對 我發現應該在座很多都不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 OK 所以我會想說有沒有什麼 而且你不是每天在寫 你每天在寫你很熟 但是如果你偶爾寫 那怎麼辦 善用AI吧 所以你說AI能夠改變什麼 我覺得真的可以改變世界了 你現在想覺得很誇張 但是我回想大概20幾年前 網路剛興起的時候 也是同樣的 那學生常問說 老師我要學網路嗎 我那時候還會遲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還年輕 可是現在你想說 現在誰不會用網路 不會用網路什麼都不行吧 你光要訂個票 對不對 你要買個東西 你要什麼 而且你要查個資料 你沒有網路 這還能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20幾年前 是沒有網路的時代 那沒有網路 而且沒有Google的時代 你想說那個時代的人怎麼活下來的 對就是這樣活 那更不要說再往前推20年 是沒有電腦的時代 對 所以以前那個什麼 一句話叫什麼 加蘇底萬金 你應該會覺得 這個無法理解 加蘇 我現在連跟我爸媽都不太講話了 對 更何況加蘇底萬金 為什麼 因為以前通訊非常不發達嘛 你要 你要能夠把一封信寄出去 寄到對方要多久的時間 現在不用嘛 傳了LINE就好了 一秒鐘不到就直接說 你有時候還遺讀不回了 所以時代改變了 當然觀念一定是改變的 就像有AI之後 那我們會有什麼不一樣 你可以思考一下 顛倒過來看 如果現在沒有網路的話 那這個時代會怎麼樣 對 或者是說如果現在沒有手機的話 沒有智慧眼鏡手機的話 那大家 應該就不會低頭了 可是你說老師 那不低頭要幹嘛 不是很無聊 所以以前 大部分都拿書啦 以前還會看 在車上會看書 或者是拿報紙 現在應該沒有拿報紙啦 你會覺得 怎麼會 這報紙是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以前就是這樣的過火 OK 好 那這個方向 我想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大概簡介一下 其實我會來上這個課 其實滿意外 因為我最早其實是 只是樂於分享我的一些 心得 放在網路上 我寫了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 那因為有YouTube之後的話 我就開始錄影片 錄影片的話 我大概現在網路上應該有 三萬個以上的我的影片吧 上課錄影 OK 三萬個 這不多需數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的本業本來不是在教這個課 OK 因為我分享太多 所以很多其他單位 邀請我來上課 就像我會來上這個課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網路上 那個 主任就是網路上找了一下 發現奇怪 怎麼Excel VPA相關的東西 怎麼都是這個老師在分享 於是乎他就想說 試著寫了一封信 問我能不能來上課 我後來想一想 蠻意外的 我想說因為我自己也是師大畢業的 所以那時候 我想說很有機會回到學校 突然間感覺 實在太棒了 因為我對這邊太熟悉了 應該比你們更熟悉 因為我在這邊已經 從年輕 大概18歲 18歲我就在附近泰順街租房子 OK 18歲到現在 多久了 這邊的起起落落 心衰我都可以 感覺好像歷歷在目的感覺 OK 從年輕 到現在中年 不過我的心還是很年輕 因為我覺得還是持續要學習 然後後來 其實我師大畢業 其實很有機會到 我有到學校教過書 不過我覺得那不是我的志趣 所以後來到業界去當工程師 後來創業 然後慢慢 我剛剛講過 因為我寫了很多東西 人家有需要 所以其實我的工作 都是因為我的被需要 所以就有我的工作 所以其實你說 而且都是我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大概這樣 大概簡介一下 目前大概慢慢推到二線 然後做一些授課的動作 當然也有在業界 很多企業最近也找我 他們最有需求的就是 就是AI如何輔助Excel 這個部分的課程 OK 然後 我覺得如果你們會的話 將來應該會非常有機會的 OK 然後我的證照超過30張 各式各樣的證照 你說老師你幹嘛考證照 我覺得蠻有趣的 OK 而且其實還有一點 因為我自己 我不是本科系 我不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那我會有要證明說我自己是OK的 不然很多人會說你憑什麼 對不對 而且你還教程式 你憑什麼 我會質疑你 但後來我發現 要證明自己 但後來發現不用了 因為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好像也還OK 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YouTube來臨對我來說是一個 剛開始當然沒有人會覺得YouTube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我剛開始就上課 就會把影片錄下來放YouTube 這件事從2006年到現在 所以上面超過3萬部的影片 然後授課時數超過5000個小時 然後我其實不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不過那個年代 我那年代其實 資訊科系其實也不多 那時候頂多是什麼資管系 資工系那個時候還沒有 所以其實也沒有所謂的資訊本科系 反正大家只要願意學習的 都是OK的 那我剛好我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自學了程式 然後那時候104人地銀行剛興起的時候 那我就丟了旅遊 發現奇怪怎麼這麼多人需要我 我感覺我好像很被需要 不過後來想一想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現在我們工作機會 這麼少薪水這麼低 我是覺得主要我想一想 主要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可能大學錄取率應該很有 因為我們大學錄取率不到三成 反正70幾的人是落榜去南洋街重考 現在應該很少人重考 南洋街應該沒落了 大家都考上大學了 所以大家都大學生之後的話 那以前可能是已經篩選過了 有沒有大學很少 所以機會自然 剛剛好 甚至大學生還不夠了 對不對 可是現在這麼多大學生 很多企業想說 沒關係嘛 反正 又會有心血 所以呢 貴的我就把它替換掉 換成便宜的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低薪 因為我剛剛講過企業 它不是慈善事業 它是要賺錢的 那怎麼樣可以賺錢 就是要省錢 OK 所以這個當然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會先從比較基本的 然後再到resale函數 再到錄製聚集 然後再到 這個chargept 這個結合 那我上次會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聽譯是很難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一些相關資源 然後會把它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那所有的程式都是我自己寫的 而且有我自己的寫作風格 那如果你假設缺乏那個企業的 這個經驗的話 我是建議你將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企業學習 或者是你可以跟有業界經驗的人 稍微聊聊天吧 你的親人 你爸爸媽媽 你的哥哥姐姐等等的 或者你一些朋友 年紀大 他會告訴你學這些東西 是不是必要的 不過大部分應該 都 都會說很必要 像之前有個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我跟妳講 我跟我媽講 我媽跟我講什麼 我媽跟我講說 你什麼都學不好沒關係 你ysale一定要給我學好 不過我覺得這太浮誇了 他意思是說他媽媽每天都在用ysale 所以ysale用得好的話 那工作就輕鬆了 OK 那這個我獲獎記錄 其實這個要剪上天花 OK 那至於參考書目的話 我想你們自己再到圖書館找找 有關ysale VBA這個關鍵字 或者ysale函數 這個我想相關的書籍應該還蠻多的 OK 然後我們接下來先再來看一下 有關就是 大家的問卷結果 我上面其實主要就是幾個問題 大概讓大家知道一下我們後面要上的主軸 包含就是第一個階段 至少你要了解什麼叫ysale函數 函數主要簡單講起來 就是ysale可以幫你解決問題的功能 它裡面至少有多少個呢 其實我裡面有個問題 其實目前看一下官方的說明大概400多個 OK 所以你如果填問卷 填出來沒關係啦 因為我想要知道一下你有沒有概念 如果你毫無概念的話 你一定要先自己稍微預習一下 那另外什麼叫VBA 那裡面怎麼寫程式 怎麼樣快速解決資料上面的問題 這個我想就是我們上課的主軸 然後你們填寫的結果 目前看到有48位同學填完這個問卷 那可以了解 最多程度的人應該也不意外 以往好像都差不多這樣子 同學的程度都是入門 所以如果假設你一次選這個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做準備 OK 不然的話我是覺得你可能會 將來出社會找工作 或者工作一定會 非常的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但如果你已經準備好 我覺得你一定會很開心 因為你很多東西可以馬上 得到你的老闆的贊賞 OK 太好了吧 你這些都會 而且馬上我要東西 你馬上都可以幫我得到結果 哇實在太棒了 那另外的話我們看其次 有兩個好像沒有學過 不論沒學過沒關係啦 反正回去自己再查一下 你Google YouTube上面查一下 我這樣一大堆 完全不會的好像占大多數 OK 幾乎沒用過 想學習但不會用 不會 這感覺讓我有點 沒關係 所以我可能後面會把速度放慢一點好了 如果你不會也沒關係 你可以提出來問 或者甚至YouTube上面可以留言 比如說我會把影片放在YouTube 然後你們有問題 幾分幾秒的地方 我是幾分幾秒的地方 我實在不懂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我會在底下留言 或者還有一個方法 直接問QRGBT 我發現QRGBT太厲害了 回答一定比我更好 因為我最近也常常在試 很多東西我 試一下我發現他給我的解答 太好了吧 這東西實在太棒了 以後 有QRGBT 以後大概回不去了 對 就好像你會用手機一樣的道理 你手機用習慣了 你出門沒有手機 你會沒安全感 所以現在我隨時問一下QRGBT一下 感覺好像很多問題就簡單了 OK 但是切記啦 你這樣的報告可不可以用QRGBT寫 他可以幫你寫出報告 絕對可以 而且寫得好不好 非常的好 但是 一眼就看得出來了 OK 所以千萬記得 報告請不要用AI產生 OK 哪怕你要他幫你 但是你至少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話來講吧 OK 不要說裡面全部都 而且有同學是直接Copy貼上 那真的完全不行 因為裡面的慣用語 這根本不是你寫的一看就知道了 OK 裡面的關鍵是一定是有問題的 OK 然後 有沒有使用經驗 有的話只有八個 OK 不到兩成 大部分應該都沒有使用經驗 OK 然後 有沒有使用QRGBT的經驗 沒有使用過 但是知道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會用QRGBT 要怎麼用很簡單 Google應該會吧 你就是GoogleQRGBT 那我是建議很簡單 待會你們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QRGBT關鍵字打上去之後 這邊不是有一個 第一個 那我是建議start now的地方點下去 直接登錄 那登錄我是強烈建議你乾脆用Google帳 你就不要另外註冊了 因為他可以註冊對不對 那我一般習慣直接用Google就好了 也就是 這個QRGBT 你直接用Google帳號登錄 或者你用其他Apple帳號也可以啦 不一定用Google帳號 那你就可以馬上把問題傳給他 他就馬上把答案告訴你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假設你完全沒用過 你可以先嘗試看看 然後 我們使用QRGBT的主軸 基本上會 用在 幫我們解決Exail上面 的問題 包含兩個重點 一個是函數 一個是VBA 那VBA的話實際上就程式設計了 不過程式真的是比函數難度 可能會增加5到10倍不止 所以以往那份同學的回應 大部分都是說 老師這期中之後怎麼這麼難 太難了 所以你們要點心理準備 但是也不用太過緊張 因為有QRGBT的輔助 以往為什麼會難 是因為 以前是真的要自己從頭寫 那很多同學 實在是寫不出 而且沒寫做經驗 另外第二個是寫錯了 有沒有 無法執行 但是這件事情如果到AI的時代 簡單 第一個 不會寫 直接請QRGBT 把問題敘述一下 請幫我撰寫一個 Exail VBA的程式 逗點 後面什麼什麼敘述一下 他就幫你自動寫出來了 剩下來就只要複製貼上 修改就可以了 OK 完成 真的不誇張 就是這樣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程式 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老師 可是有時候我改一改之後 發現程式有BUG 有錯誤執行不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就把有BUG那個程式直接貼上 然後開頭可以貼上之前 請幫我除錯 或者請幫我找出錯誤也可以啦 反正除錯誤他應該會懂 然後把程式貼在後面 他 太厲害了 自動幫你找出錯誤 而且直接幫你修正 修正完了程式直接貼回去 哇 搞定 太棒了 OK 不過當然還是有一些不完美 我大概講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我覺得 這種東西感覺好像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 我想說如果我在學程式的時候 如果有這麼棒的東西 那真的是輕鬆很多了 以前我們怎麼學 以前剛開始學的時候完全沒網路 也沒辦法查 所以以前只能是跑圖書館 所以剛開始的話我在學程式的那個過程真的很坎坷 每天不是去圖書館 就是在圖書館的路上 每天就是 而且有些書 這實在是很難懂 OK 那跟現在真的完全無法類比 然後後來有網路興起的時候 哇好很多了 為什麼還可以查 Google太好了 還可以查 但問題Google的缺點就是說 它給你 你查不見得查得到你要的東西 而且你要的東西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錯了你也不會用 對不對 但是我是覺得查理皮它已經幫你把所謂的Big Data 做一個預先篩選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所以就我看 其實AI應該是Big Data 就是大數據的一個延伸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大數據 當成是學習的基礎的話 其實也是沒有辦法產生一個很好的一個AI機器人 OK 所以你為什麼它會寫 程式寫這麼好 因為它已經累積了很多的資料庫 它從資料庫裡面學到一些比較好的寫法 OK 那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剛剛的程度 然後大概有幾個 大部分都應該都不知道 我剛剛講 400多個 不過我後來看一下 最新的版本 已經超過500個了 也就是說 函數的數量 會隨著 新的需求 它會幫你 產生新的函數 OK 而且未來最新的版本 甚至 直接 把AI 加到Excel裡面 也就是以後 甚至直接 你在Excel裡面直接會看到 AI的選項 你就直接把問題 打上去 它自動幫你把工資產生了 不過 這個版本我自己試一下 我發現還是不好用 OK 但是這是一個未來的 一個選項 然後我希望上課的範圍是哪部分 OK 這基本的 OK 那生成 這個應該 我剛剛講過的 那你對於教育部現在很大力推這個 我是覺得 教育部還蠻跟得上時代的 OK 所以底下的話 就是請大家敘述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雲端的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 問卷完之後 我們今天大概有幾個主軸 我基本上就是填完問卷 然後我們大概說明一下課程內容 然後再跟各位講一下 雲端上包含哪些 第一個 我剛剛有提到 以後 我們廣播系統就Google mean 另外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教學論壇 我剛剛有提到 我的習慣是每次上課 都會錄影 那也就是說 前幾個學期的錄影 我通通都已經把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但是這個不是開放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未來 你想要預習 因為剛剛蠻多同學 選的選項是 你是入門的 這個 程度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加入 加入到那個 這個 論壇裡面 加個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不過第一個請各位要先登錄Google帳號 而且那個Google帳號 好像用學校的Google帳號 好像之前的同學有發生問題 我是建議你登錄的是 不要是學校的 也可以嗎 因為是沒有關係 因為應該都是老學不要同意 OK 不要用申請 對 好你們試試看好了 好像也 然後 所以第一個你有登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 你就是連結這個連結 那點進去之後的話 他理論上應該不是出現 我現在看到的畫面 我現在是已經 因為我已經是加入進來了 所以我可以看到裡面的所有資料 但是假如說你們沒有加進來 應該會看到底下這個畫面 那你就選擇 要求加入群組 然後把你的 學號跟姓名 還有申請原因 申請原因就寫那個 因為你是上這門課的同學 你想要加進來 那 我就會把你加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 上個學期的 上課全部的錄影就在這裡 然後 我基本上 從1到13次的錄影 裡面的話會給一個 上課內容 比如說第一次上課 一樣是做問卷調查 然後等等 可以做一些學習 那這個的話 就有一個播放清單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想要學的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從頭聽 甚至你要快轉也沒關係 甚至你要 拉到你想要聽的地方也OK 然後 這裡面的話就有13次上課內容 OK 目前你們應該是沒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預習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加入進來 OK 那記得 要給我你的學號姓名 還有申請原因再打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上課的 這個範例檔在 01這個地方 待會請各位先幫我下載 下載的話我習慣按右鍵 把它下載下來 那它會是一個壓縮檔 你就把這個壓縮檔 把它下載之後解壓縮 OK 然後裡面的話 第一個題目 以後的話 我們會按照順序 逐一來做 這個 這個 練習 首先的話把這個打開好了 那我先把它直接解壓縮 這個直接拖拉到桌面好了 OK 那把它解壓縮之後的話 待會請各位 先幫我打開 第一個資料夾 那往後的話 其實我會分成五個單元 01 到06 那01的話 文字比資料函數 請各位先幫我開第一個 第一個範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其實主要就是要解決什麼 起用編輯 OK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綜合練習裡面 這邊有一個 空白的 一欄 那這個問題應該可以理解吧 它的 號碼一定要是09 09多少 那你可以看到後面有三個欄位 f到h 理論上就是0911 所以以前說0911 0911 然後一個減號 然後84的話 因為它後面的區碼跟末碼 一定要三碼 所以如果沒有三碼 你要自己補 補0 84 一個減號 7的話 那就007 OK 不過特別注意 不是叫你人工輸入 而是你要把這個過程的規則 把它變成一串一串的公式 那你把公式產生之後 向下填滿 你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那你說老師沒關係 慢慢填嘛 反正人少慢慢弄 但問題如果這邊有2萬個 3萬個 10萬個的話 你做到下班你也做不完 而且如果假設明天又有10萬個 你又要再來一次的話 我想你應該不能接受 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因為很多人都在土法煉鋼 你如果會函數的話 真的兩下就OK了 那至於要怎麼樣完成這件事 主要請各位先知道幾個函數 第一個REPT 第二個LEN 想說老師這個我沒有用過怎麼辦 還有串接符號 前面有練習 REPT LFT RIGHT LEN MID TWIN 等等 那你們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比如說像REPT這個 幾顆星 比如說他100比給一顆星 158取整數 所以除以100之後就是1 所以他應該是給一顆星 那286的話給兩顆星 這個應該取 其實就取那個整數 除以100的整數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直接讓他自動完成 不是說叫你用複製貼 沒有人說你直接拿這個星號有沒有 點兩下Ctrl C有沒有 拿一顆星你該不會就直接給他貼一顆星 那如果兩顆星你就把它點兩顆星 把它貼兩次 那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也是一樣完全沒有辦法 快速 我是希望呢 如果你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你應該怎麼樣把那個公式給寫出來 OK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其實 REPT其實就有答案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敘述 問一下REPT 但問題我是怕 最大的問題是你不知道怎麼描述這個需求 那我這邊有個範本 所以未來 將來的答案會在哪裡 答案的話會在雲端白板畫面裡面 所以每一個單元 我都會給一個資料夾 那每一個資料夾裡面都有解答 OK 所以打開來 來第一個 011嘛 第一個資料夾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這邊就有一個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用那個ChargePT幫你玩 我是這樣 底下不是這個 Q有沒有 你就把Q貿號後面這一段 大概 你把它當範本 然後輸入到ChargePT上面 其實應該就有答案了 OK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直接拿這個 請幫我撰寫一個Excel公式 所以我把這一串直接 就輸入到這裡 那你說老師那你怎麼輸入 其實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把它稍微縮 把這個視窗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移到它的右邊看一下 開頭一定是請幫我做什麼事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那這個公式要做什麼事 將B3儲存格的銷售量158 我直接把它輸入過來 當然你這個不輸入其實也可以 用信號輸出 每100筆一顆心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 你就直接用ChargePT幫你們產生看看 直接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馬上告訴你答案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他會先把你的問題 重複一遍 他說要將B3儲存格的銷售量 他還是要例如 158轉換成每100筆一顆心 您可以使用以下的Excel公式 那底下有些不太知道的 你是在看一下 他主要是利用INT加上REPT OK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公式直接複製一下 接下來做什麼 就直接把這個公式 直接再貼到 他這個B3儲存格的上面 這個叫做資料編輯列 接下來你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他一顆心了 那再來的話 你要怎麼把底下全部做完 直接向下填滿不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 全部就OK了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以往我要講很多內容 我後來發現不用講了 你自己請趕快去幫你就好了 OK 那至於細節啦 你說老師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底下他有一個原理說明 請你自己閱讀 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OK底下的話其實他有講 用INT 用REP REP其實理論上就是repeat的意思 重複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嘗試看看 所以剛剛主要的重點就是雲端上面 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下載範例檔 第二的話請你找到答案的部分就在這裡 當然你這個問題不一定要照我的描述 我只是一個範本 那請各位試著在CHARGE PE產生一下看看 有沒有辦法完成 你說老師這樣很厲害 其他的問題是不是也是一樣可以得到答案 沒錯 OK 而且很複雜的 他也都可以完成 哇 那簡直驚呆了 我有時候放很複雜的問題 他就把複雜的公司幫我產生 我自己寫我都覺得 我一定會寫得非常的痛苦 他居然全部都做完了 太好了 這東西簡直是好東西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今天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就是還有關鍵 有問題 請大家